讀祭蘑菲 喂喂 阿信 somethin flexibility 你有所及的 先聽替代氧運動的 baggage 這是你經常做運動 得好就 ultras 但你剛剛確診了旅縫紙性關節炎 開始了 對了,剛確診後不可以跑那麼快 不如我們邊走邊趕,我再解釋給你聽 好啊 陳醫生,我們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患者 通常做甚麼運動比較好 以及應該避免甚麼運動呢 其實跑步也好 只不過在關節未完全控制之前 太過高強度的訓練 例如核心的肌肉訓練 跑步、拳擊 這些會增加關節破壞 正常一些簡單的 例如游泳、踩單車、渦加、太極 這些都很適宜 因為可以訓練附近的肌肉 令軟組織、根腱可以強壯一些 避免外內衝擊 我們每次做運動 應該大約做幾長時間好 以及遇到甚麼情形之下 我們應該停止 一般人因人而異 不過我們建議循序漸進 例如你這樣 你喜歡跑步 可能一開始慢跑十至三十分鐘 然後回去休息 看看停止的關節能否成熟 如果沒甚麼不舒服 就慢慢把運動量加上去 可能每次十五分鐘 要記住 如果第二天的關節不舒服 便要休息了 可能一個星期左右 讓關節完全復原 才好再做下一次運動 有關節炎的病友 因為他們怕痛 所以不敢做運動 長此下去會不會喪失運動機能 那又不是那麼好 因為其實運動有很多好處 淋風濕性關節的病 其實心血管疾病 風液也要增加 運動是有助減低壞的膽固醇 可以保護心臟 運動可以令到我們的關節 更加柔軟 另外如果我們不做運動 又不斷吃東西 會增加體重 長遠下去之後 其實對關節也是一種負擔 像我這樣經常做運動 我的關節炎會不會斷尾 那又不行 雷風濕性關節炎 是一個系統性的風濕病 是需要用藥物治療 一般我們確診了 雷風濕性關節炎之後 我們都要給一些消炎止痛藥 先控制病症 但這樣不足夠 我們一定要用一些藥 去控制我們這些 不受疾的免疫反應 我們會處方傳統降風濕藥 例如甲胺碌 鈴彈黃胺地胺 香綠灰等等 如果效果不足夠 現在我們亦可以用一些 生物製劑 或者一些口服的標靶藥 專門抑制一些JAK烤素煤 這些藥就會在很短時間之內 發揮功效 一天一次 控制了翻熱反應之後 你的關節變回正常 你做起運動上來 都得心應手 哦 明白了 那我們去急步走 哪走哪講 好吧 我們去吧 我來過一次 走啊 我來過一遍 我來過一遍